Hello,大家好,我是Kitty包 今天是2023年2月6号,正月16 传统上来说呢,过了正月15 我们的春节,也就是年,也就过完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体重 因为一般情况下,春节期间 各种胡吃海喝,肯定会胖不少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不敢去称体重 怕吓到自己 但是春节已经过完了 所以再也没有理由逃避这个事实了 现在呢,我就去称一下 看看到底胖了多少 天哪 49.75 我春节之前呢,是48 然后过完春节,长到了49.75 胖了差不多三点快四斤的样子 实在是无法接受 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我也决定要开始减肥了 刚好包子在旁边,我去称一下包子有没有变胖 包子啊,我们称一下体重好不好 来,乖乖啊 称体重啊 不要骂了 你也害怕是不是 加上包子呢,是55.2 包子之前的体重呢一直是5.25左右 所以包子在春节期间也胖了0.2千克 我现在再去抓一下Kitty 看看Kitty有没有变胖 把Kitty抱过来也称一下 Kitty一般吃饭比较少 所以可能体重变化不会很大 加上Kitty呢是54.3 所以Kitty其实才有4.55千克 相比于之前的4.8左右还瘦了一些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包子要开始加油减肥了 包子,我们要开始减肥了 知道吗?以后不能再吃零食了哦 只能吃正餐哦 不行啦 零食这个柜子要永远关上啦 好不好 蹭也没有用 不行的啊 包子,我们要开始减肥了 不能再吃零食了 好不好 跟我一起减肥好不好 等你瘦到5千克 就可以开始吃零食了 Kitty就不用减肥 Kitty是一只苗条的小猫咪 是不是呀 是啊 Kitty 我打算呢开始用清断食减肥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清断食 一般比较常用的呢是168或者是5加2 168呢就是每天把自己的饮食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 然后剩下16个小时呢只喝水咖啡茶或者是这种不含热量的饮料 5加2呢就是一周之内任选两天 控制每天的热量摄入是平时的一半好像 然后其他5天呢都是正常吃饭 我准备采用168式的断食法 相对来说比较好坚持一点 我昨天晚上呢是8点左右吃的晚饭 所以呢今天打算坚持到11点或者是12点 然后下午的时候在7点或者是8点的时候吃晚饭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间段以外呢是不准吃任何带热量的食物的 看看自己能坚持几天 现在已经8点35了 我只需要再坚持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吃午饭了 上午去单位开了一个超级常的会 等开完一看时间已经12点快12点半了 超级饿 现在赶紧去找点吃的 说实话如果不是那个会 我可能还停不了那么久 因为中间就感觉超级饿 但是又不能离开 来到我们小区附近的小六汤吧 点了一个广贵粥 一龙双菇蒸饺 还有一个秦春小炒 花了44块钱 感觉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因为早饭没吃 所以点的稍微有点多 菜上齐了 好多 感觉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好多 热门 好多 看不到 及菜 不许多 跟盐 不等 出了 这 这 还有 还有 然后 中间 吃完午饭了 喝了一碗粥吃了一龙蒸饺 然后又吃了一个菜 感觉支撑到下午六七点 应该问题不大 忙了一天 终于到下班时间了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十分左右 我要去吃个饭 这样就能保证一天吃饭的时间 在八个小时以内了 外面天已经快黑了 而且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一直都是阴沉沉的 气温也很低 所以不打算去外面吃了 现在是下班的点 所以路上车特别多 有一点堵 平时到学校食堂 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现在走了差不多 有十五分钟还没到 到学校天都已经彻底黑了 希望食堂还有饭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 十分钟的路程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 假期食堂就只开一个窗口 要么吃米饭 要么就吃饺子 我今天打算吃个米饭 好 好 好 没有菜了吗 有啊 哦 哦 哦 想要一点米饭 米饭 米饭 嗯 青菜 上菜炒肉 你打毛我们的 我不要这个肉还有青菜还有豆腐 这个可能有点 不是说那个上菜 假期里面就是这样 学校是精简到极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